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是向左网的节目时间了 我都安全由波斯回到来 虽然人座远方 但其实尽量有可以上到网机会的话 都会看看向左网 就是跟着之前那两集究竟讲些什么 刚刚之前那两集 其实我也知道会讲到关于7.1 其实都有一些留言 都对陈茂当主持 都有一些非常正面的评价 有吗 有留言吗 有的 有的 看Facebook有留言 所以其实那两集里面 观众都会明白到 究竟7.1有人数多少 其实是不是这么重要 或者每一年7.1本身 政治社会经济的情景 其实更加重要去理解到 即是当年人参与的心透是怎样的 但究竟一间会讲些什么主题之前呢 那长毛信箱有封信呢 或者留给长毛去读和解答 是 这位是Luis 恭喜她女朋友 她叫她那个 I love my JJ JanJan at Yahoo Dotcom.hk大家可以发给她的 发点电邮给她 女朋友真是幸福了 或者男朋友 whatever 她的信是什么呢 就是 她说长毛你好 好 吴港哲学ABCD大道理 2008年投了你和五一六五区公投运动之中 是投香港双普选 废除功能组别 一号长毛二体 想问下你们社民燃 会不会教授欧美外国的示威抗争 和欧美外国的汽油弹 研烧弹木棍炮奖 及有勇武和暴力抗争政治知识论书的书本 讲真的 绝对不是什么幻想 将来有一天 穷人贫民失业青年对抗香港政府 及用勇武开始香港民主宪政之用 汽油弹 研烧弹木棍炮奖 另外 社民燃会不会教授这些知识 劉威斯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 不停重复这些句话 其实他有三句话 他有十五句话 第一 多谢你投票 不是香港双普选 而是实现双普选 第二 其实欧美的勇武抗争 欧美的示威抗争 用勇武开 用勇武应该是陈文的勇等 很简单 这些抗争 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事不能灌输 老实说 人类用暴力去使用暴力 非似于今天 是我们的祖先用了不知几千年的事 暴力的开始 或者用强制性的力量去迫使其他人就范 其实都不是由今天开始 其实问题就是 Lewisa问得 刚刚提到 他总有一天 那天未来之前 教授的知识是没有用的 其实这些知识 就不用我们教授 上网已经有了 或者是 Chay Kuevalla 都有一本叫做 Kuevalla Warfare 里面有Urban Kuevalla 就是说是城市游击战怎么打的 这些东西其实不可尽信 因为游击战或者是城市游击战 通常都是跟那个地方的文化 以至到城市结构 以至到他们的风尚 以至到经济的环境有关 所以其实没需要全手 一去到就水到自然渠成 很简单地说 如果你想踢球 你就会买对鱼来踢 不需要说 未踢球之前都选择 就是说很久都说鱼 我觉得今天 在香港的群众抗争水平 基本上 暂时连和平的公民抗命方式 都未能贯涉到的时候 空谈暴力的抗争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就是说理论上 我们不否定暴力抗争的权利和意义 和今天提倡暴力抗争 是两回事 就是理论上 不否定革命的权利 但是今天就说 立即出去革命 就是两回事 如果你叫我 叫社民连进 讲完怎么做呢 根本就是 第一是无需 第二是没有必要 其实这些知识 三两天就懂了 而且也会 江山代有财人出 到当日 如果大家都想打城市有激战 或者是 在城市里面用街内战去抗争的时候 当然当时的人会比我现在十倍 因为是那时候才会想到 他举个例子 在欧洲的街里战 就是得力于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 就是他起马路 就是用石仔和那些树胶去黏的 就是一些树的胶质的东西 自然 当日捉街里 就用火烧一条路就搞定 一烧一条路就融化了 那些石都在 可以又扔 又可以来 就是 擋住 那些 那些军队 是吧 警察 或者街里之战 后来就用汽车 是吧 就是用汽车 那条路就烧不了 用汽车 所以是不一而促 或者这个 莫洛托夫 鸡尾酒 当然是莫洛托夫发明的 就是这位仁兄 就得以以隧后势 就是用一个这么简单的方法 就是燃烧弹 那样 那样 我觉得这些事情 就无需去教授 就是 都是 在那个客观的情况 大家都觉得 不用这种方法去抗争 有时候都不行的时候 大家会发扬光大 好 我想其实就回 Jane的封信 不 Jane Jane Louise I love J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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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即是他喜欢那人 Jane 刚刚有一个假设 就是说 会不会暴力抗争 是否可以有一个班 上三堂 三个小时 一堂 九个小时 你懂得怎样去弄燃烧弹 怎样去取材 其实 很多时候 在抗争运动里面 很多时候 第一 是一个自发性 和一个突发性 我会说到 没有人会知道 什么时候会爆 但很多人相信 那一弹是随时都会爆 这是第一 第二 其实人有一个本能 就是说 他会就着他居住的环境 然后就着居住环境附近的一些特质 或者是一些建筑用的材料各样东西 他自己懂得去找武器 不需要说我收一个班 然后教你怎么弄武器 甚至很简单就是 你家是摺顿 说什么说 去到某一些重要事 十大武器之手 都可以做武器 摺顿 还有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或者以前那些江湖大佬用大哥大 大哥大很大部 水户 水户 对 就算桌面那两个杯 随时都可以变武器 或者爆瓶 以前很多人打架都是爆瓶 因为瓶不是武器 但是你一打烂了瓶 就是武器 或者我在韓龙那里 都见过一些韓国人 踢烂铁篮 或者铁马 拿铁铁出来做武器 或者把铁篮砸一架 就变成了一架 臨时的战车推来撞 或者是在围街板 就是大家见到建筑地盘 就围住它 踢破板 拿木框出来做武器 香港经常是弄的 都是武器 砖也是武器 现在香港的地盘 砖 已经用了地砖 你随时叫一叫都可以成为武器 所以 到了你真的需要忍无可应 或者到了那时你觉得走投无路 你要找武器的话 周围都可以是武器 其实这个问题是在于 当然如果你真的要用这种策略 即是以暴力去抗争的时候 Louis说的事情是很重要 因为你要做到才行 譬如举个例子 随随新科技的发展 我们用短信去号召示威 即是无法教的 或者其实在20年前 欧美的城市的骚扰战 其实已经用制高点 即是说 很多民间的团体 被警方拿到更好的制高点 以及用这个对港机 因为没有手提电话 即是这些东西 现在警方都是这样 警方现在每人都有手提电话 即是这些东西 就无需说 事先有什么高人指点 而是在运动的发展里面 大家会很聪明地总结这些经验 反而就是说策略的问题 香港现在是否一个暴力抗争的形势 我就看不到 即是暴力抗争的意思 不是突然间骚亂 而是持续的 以这个街头暴力做抗议 我真的看不到 我也没有听到人鼓吹 当然你说 看古案今来暴力革命 或者暴力抗争都有 但大家要明白 现在在说香港容不容 我始终觉得香港 现在暂时不是一个时候 是用这个持续的暴力抗争 如果一个抗争 希望越来越多人参与 甚至同情 甚至支持的话 是不是现在是时候 透过暴力抗争 现在我们没有暴力 其实我们是适量用力量 譬如说你拦住我 推个拦 我们都不是打差佬 所以谈上暴力 其实他们污蔑我 如果说我们对于一些 无理的阻拦 用我们的适当的武力 即适当的力量 或者武力 而除了障碍 根本不是暴力 暴力很简单 就是用一种他人不能够抵御 的强制力量去令他人就范 所以暴力 而且是持续系统的暴力才行 举个例子 有一个人突然间 杀了个警察 不等于说 现在这个社会 已经可以用一个 持续的集体武装力量 去对抗现在的政权 这件事其实在香港讨论很少 因为我知道 其实7月1日 即7月1日之后 其实很多人 其实当日去到旁晚甚至晚上 有千多人 在这个 有没有千多人 即是在这个中环 中环只有几百 我认为人民力量 据说是有千多人 曾经过一段时间 当然 当大家 到最后 已经很清楚 是会有被拘捕的危险 尤其是人民力量 那边 就是说 不以不保释为条件的时候 经过了组织者三番四次解释之后 有些人就走了 因为其实我觉得 有很多人说 就是人民力量不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人民力量应该这么说 就是毓民和大革不应该这么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对他们不公平 因为每一次的抗争 如果你不是事先开个会的话 我觉得作为领袖也好 作为组织也好 其实要对当时 当时 自发参与的群众 解释清楚 到底做什么 和后果是什么 好 我想这封信 说到 不要用暴力 透过力量 去进行一个抗争 我其实有个直觉 会觉得 其实慢慢香港的整个 社会抗争运动 已经发现到 再用一种和平理性的方式 似乎反而好像是一种事业的表现 反而会有可能 就是慢慢 其实某程度上 试不单止警方 甚至试这个 大臣舆论 舆论 对于一些透过力量进行 一个表达方式的一种形式 接受程度 慢慢会透过不同形式的一些抗争 去试试底线 因为很多人都会发现到 譬如说七一 可能今年又二十多万人上加 但是 似乎究竟能不能够 持续 对政府给到一些压力 很多人都会怀疑 就是 政府慢慢有个心态就是说 咦 即是六月三十号 七一号 是尴尬一点 但是那些人走完 整个气烧了 就当没有事发生过了 再加上这一任政府 做了这个明年 基本上已经叫做修路了 那更加滑之理 那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说这种和平 所谓和平理性 就是温存 甚至是遵守法律的这种 就是表达形式的一种抗争 再不能够影响到政府的时候 似乎这些透过力量 我不要用暴力 因为暴力似乎有一种误导 就是用力量 作为一种表达的抗争方式 会否慢慢成为一种习惯 大家有待观察 那其实今集有些什么想说呢 其实我今集说 我说法国大革命 当然在七一的时候 在《歌诺道中》的时候 就是说在七一 就是因为情况困难了 我们 几次遷移了我们的集结地点 到最后再降落到中的时候 当日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说这是阶级斗争 也有一个很鲜艺的画 就是写着class war 加级斗争 放在这里 我记得当天 阿黎就在说 大家现在来参加加级斗争的人 我当时忍不住 叫人先坐下 你讲这么多阶级斗争 干什么呢 当然 你说 七一两批示威 是否反映香港的阶级矛盾 而他和警方的对峙 以至到抗争 就是我们这个弱势的抗争 是否反映加级斗争 当然是 是吧 如果你说作为一个 好像 举个例子 是一个寒暑表 就是 但是你要明白 寒暑表不是等于 气温本身 寒暑表是测量气温 你不能够说 噢 寒暑表就是气温 不可以这样 是吧 所以 寒暑表当然反映了气温 但是寒暑表本身 是 不会代替你的感觉 就是你28度 有些人觉得涼一点 有些人觉得热一点 有些人 尤其是寒暑表是坏了 就是说 水暗是有问题的 更加不反映到 其实今天的 街头抗争 或者以年轻人 为主体的 零星的抗争 是在反映着 階級的状况 即階級的压迫 亦都在 这个階級的压迫底下 反映到抗争 在这个意义上 你可以说是階級斗争 但是力量非常之圆寿 大家看到 就是说 就是统治階級 去斗争我们 OK It's a war on us 即是说 其实是他向我们宣战 当然 如果你从 以前死罪一谈 没有人有这个概念 或者没有人出来抗争 那当然 现在我们说 开始的一个階級的 斗争 或者一个階級战争 那是无所谓的 但是如果你当 现在的就是階級斗争 那当然是文不对提 就是说 你可能是将一个 一个 一个 投射的影像 一个残影 就当是 射的那件事本身 是不对的 所以公主我这么说 就是其实 这些抗争 其实好像一个 一个蝦的 一个 蝦的 一个 很曲折 这样反映了 那个事实 所以看下去 大家未必看得清楚 其实 你说 加急斗争 有什么清楚得过是革命 就是階級的矛盾 以至到这些矛盾 造成各个階級的 动员 斗争 然后 勝负 很清楚 法国革命 就很清楚 这个法国革命 当然是今天 为什么要这么说 就是过两天就是法国革命 是 即是十四 即是十四 即是中文明记法国革命的日子 就是你将这个鬼子 移住去西方便可 是 明明最后之所以 当然是 法国革命是一场 非常之血腥的革命 其实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说 你看到法国革命的成因里面 其实真的是 在这个 源自于这个 十六世纪开始的社会的 整个社会生产 和分配制度的改变 开始萌芽了之后 产生了这个 这样的阶级的 对立的 即是加急对立的 突显和 阶级意识的产生 如果你说阶级 如果没有意识 就不能成为阶级 就是说 当然 你可以说 在社会的制度里面 即是社会的生产制度里面 可能可以划分到阶级 或者 在某个程度上 有些总性的制度 有些引渡 有些总性的制度 当然 总性的制度 就不能够变成一个 即是我们现代二的阶级 因为 现代二的阶级 即是政治学 或者经济学上 就是说 它是在一个生产系统 一个生产关系里面 它在这个系统里面 这个关系里面 由于它那个位置 去生产 它的位置 而形成的一个利益集团 就是少许可谓阶级 当然 有很多不同的 大大小小的 我们可以叫阶级 有些我们当是阶级 就是说 其实它是没有独立的前途 就是举个例子 很简单 举个例子 就是一个小贩 它真的没有独立的前途 你在哪个阶级社会 都会有小贩 这个问题就是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里面 它的地位是不同的 而它随着 随着阶级的形成 阶级的阶级的形成 它的位置也会有升降 一般来说 就是越来越降越低 小贩在某个程度上 因为大子坚阶级 一出来的时候 就杀了小子坚阶级 小贩就是 连小子坚阶级 都不属于 一种 在中间赚取利益的 一个阶级 所以你说它没有独立的前途 就是农民 在现代的资本上 农民没有独立的前途 因为 它就算拿了权 它也不能够以农立国 已经不可以 所以 在某个程度上说 随着阶级的形成 随着阶级的对立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 在社会的整个生产里面 有些是对立的 譬如说 工人和资本家 资本家要拿得多些钱的时候 工人就拿少些 即使是 在经济上升的时候 大家都有得分 其实分得多分得少 永远都是资金家分多些 所以这就是所谓阶级和阶级关系的问题 如果你说阶级斗争 自然就是由于这些不同的集团 形成了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 而变成了一个政治的抗衡 或者一个社会的对抗 所以你说阶级斗争 就没得清楚 德国法国革命 法国革命由威尼斯抗拒 教皇开始 即是市民阶级开始 对于皇权封建的领主 争礼教会的抵抗 封建领主或者变成了地主 他们本身 就已经在社会里面越来越重要 因为他们在社会整个生产里面 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 其他这些是废物 不能够促进到他们的幸福 也不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幸福 所以他们就开始会觉得 其他这些统治阶级里面的专制 即专距离证的人 应该值得够促进 相反来说 在中产阶级 即是市民阶级底下 也有其他人 譬如在法外墓地的农民 或者是赤贫者 在城市里面的所谓 Politarian 有一餐没有一餐 没有产业 住都没有地方 住都不会住到一间永久居所的人 这班人又是要革命的 所以其实大家 第三等级 各个不同的阶层 和阶级联合起来 是港帝和第二等级下台 跟着第三等级里面都分裂了 这就是所谓的 很清楚在法国革命里面 50年 即是由1879年到1930年 即是 1830年代 1830年 即是拿破仑清帝 你看到整个法国革命 是用阶级斗争的形式 最后来是由拿破仑的侄 拿破仑三世上台 復辟帝制 然后代表在一个阶级斗争里面 勝利的金融资本家 和资产阶级 刚才说了很多 关于法国革命里面的观察 例如说到阶级斗争 又或者其实那个阶级斗争背后 其实源自于这个 就是有产和无产之间的 经济关系各方面 那当然其实如果大家 对法国革命都有认识的话 其实另一样的 大家有兴趣 就是那个三级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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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我联想到 会不会都几次香港那个立法会 那样 就有这个功能阻辩 然后有这个分区直选 那在这个法国议率里面 其实都是透过他自己的社会阶层 就分成这个上层 就是跟这个天主界有关 那一架争虑和这些普通人 但是如果大家读过一下 初中的历史都知道 就是说 其实就是有些人 就是其实在这个议会里面 其实反而在经济发展 或者经济新增里面 出了最多力的那些公民 他是完全在这个议会里面 反而是那些 就是整个国家或者社会里面 是毫无生产力的贵族 或者甚至是这个真女 反而在议会里面 就有绝对影响力 那这个也是成为了法国革命里面 就是打破整个国家机器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的议会 当然是说法国革命 其实我们会相信 为日后整个全球历史里面 一些重大革命 提供了很多一些啟发 当然是一个 法国革命是在私有制里面的 一场最伟大的革命 因为他的问题就是 他是掃之于他们当时的所谓理性 也是掃之于平等的概念 当然当时也很不平等 大家知道法国革命之后 有权去选民都很少 因为他有很多限制 譬如你没有钱也不可以 没有地方住也不可以 你在巴黎没有地方住 或者你没有钱交租也不可以 但是毕竟怎样都好 就是跟第一、二等级 专制 就是国王代表第一等级 加上第二等级里面的 那些有钱人 有权势的人 专制已经不可同意 其实他就是说 将这个王权和政教合一的权力打垮了 所以其实他是开启了 就是他真的是一个 开始了 就是开启了一样东西 当然远在美国的革命 因为这个当时的环境很难传送 传到法国 刚想到法国大革命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 其实之前有一出歌曲叫《孤星女》 在《孤星女》里面 其实有两首 其实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找到一首歌 歌名暂时不记得 记得我会再说 其他首 我只记得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aying saying the song of something like that》 很多时在歌曲里面都说到 其实在低下家层里面的人那种绝望 那种对制度的不满 甚至是透过一种歌唱形式去表达那种绝望不满之余 甚至是能够令到和有相同悲的人有一种同感 甚至是透过一个行动去表达不满之余 所以你如果说法国革命作为一个阶级斗争的典范 或者一个阶级战争的典范 你讲到1830年 当然国美港言 1830年 这个《纳波罗论三世青帝》的时候 只不过是将1879年 那个革命的目标 是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就是说 将它杀死了 就是一个反动之后的再反动 再反动再反动 就是经历了差不多几十年之后 定于一串就是说 其实这个政权是拿到法国人的支持 就是农民的支持 其实法国到很后期 都是做一个小龙的很多国家 人口上就举足轻重 当然巴黎就很大 所以其实你如果巴黎掌握权 跟着小龙支持 你就可以做法国做得皇帝 其实由1830年到1848年 都有一个问题就是 当日是支持法国革命 1879年的窮人 工人 城市贫民 是不会满足于1830年的第三共和 所以 由1830年到1848年 其实有阶级斗争可以继续的 就是说 那些不满意于 这个法国革命的结果的人 他继续用阶级斗争的方法 其实这个就是 如果作为一个阶级的对立 阶级斗争的下集就很清楚 即使是解决了所谓将这个教皇皇帝 争议和贵族 争议和贵族 下台之后 这个资产阶级很快就震压 就是工人阶级 这个就是说 为何会在欧洲 以至于法国都会出现了1848年的革命 这个1848年的革命 就是大部分的国家都觉得 他应该是脱离这个教权 他应该是不应该再受这个皇帝 和封建主的剝削 开始成立 就是在1848年整个欧洲席卷 就是由40年代一直到1848年 是席卷欧洲的革命运动 这个革命运动当然 没有讲到无产阶级的诉求 但是它是一个彻底的革命 就是说 它是要社会里面的大部分的成员 可以参与 就是这个 对于国务的管理 或者对于新政权的操作 自然1848年谭花燕就被人打了下去 打下去之后 你会看到阶级斗争的问题 其实这个跟香港的 现在的情况很相似 你如果说 在我们抗衡 中共和有钱人的结合里面 很多中间阶级都会出来 或者少间阶级都会出来 但是到了一段时间 他就觉得 其实他对于那些穷人很不放心 因为刁文 无知 各种东西都会说出来 贬低他们 其实 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 如果你说阶级斗争 阶级的对立 是没有中止到的 因为新的资本主制度 所以这个 法国革命是在私有制里面 最伟大的革命 其实说 把平等的概念 接受 平等 自由 博外 这三个概念 就是将 正教合一 都有 impost他们 Вы自己的 更清單 有局限 但是他迎來了另一個新的有產階級 就是所謂我們所說的 在第三級的市民階級裏面的有錢人 他們開始掌權 所以在1848年之後 法國整個歐洲都是有為國家獨立 而抗爭大家為何會覺得為國家獨立呢 就是說無論是在東邊的這個王朝 或者西方的處革命的過程裏面 很混淆的時候 其實已經展開了新的一場鬥爭 當然在巴黎公社就是趁著在1871年的時候 最後普魯士和法國打仗 普魯士軍隊直入巴黎 法國的政府不敢抵抗投降 而激發了巴黎的民變 巴黎裏面很多工人階級都出來打架類之戰 最後都是雖然成功那時候 成立了巴黎公社 但是很快就被鎮壓了 基本上不是死的就是傷 不是傷的就是坐牢 剛才常說過就是整個十九世紀 歐洲的民主和自由主義運動 就是整個一個很大的回顧 剛才想起這個中產階層的角色 當然其實我們定義十九世紀中產階層的話 就是第一最喜歡的 就是要注意這些成小力給人 第二就是其實一些可能從事商業活動的一些小資產階級 第三就是有一些讀得比較多的 讀書的讀書 另一樣東西就是說 其實在理解1848年革命的時候 那些中產階級很多時候有一些很負面的例子 第一個負面的例子就是這個法蘭克福議會 就是如果大家讀這個高考中 就是歷史科都有讀到就是那幫人 在1848年就是適合奧地利的 就是照著背景之下的那些勢力 暫時撤退之餘 就是法蘭克福議會就運作 但是發覺到那幫智能人 其實是吹水有來的 什麼都不懂的 結果最終就是整個議會自己瓦解了 第二樣東西都會想到就是 在中產階級參與革命的過程 就是參與一個政治改革 無論是革命或運動過程裡面 他是最遲參與那個位 也是最早脫身 打算調教腳那個位 也都是其實 似乎是享有最多成果的那個位 但是反過來就是 如果說無產階級 反而是最早參與那幫人 但是最終可能整個革命結束之後 無論是贏或輸 他是獲得最少利益的一幫人 而是最早被人出賣的那幫人 所以你會見到就是整個 就是由法國大革命 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的那個運動裡面 在很短時間裡面其實都會見到 原來不同階級的人在整個革命運論裡面 他的階級的背景似乎是幾好 大程度上都影響到他自己本身 那個命運的安排會是怎樣的 我就會覺得其實 階級鬥爭就永遠都會存在 只要這個社會是分裂了一套不同的階級 而有一個階級是要去通過 拿了其他階級的勞動成果去維持自己的生存 或者是他的利潤的時候 這個交代就是不可免的 這個不是我們發明的 不過說回頭就是說 你客觀上面有一個階級 就是客觀有100萬的工業 是不是一定成為一個階級呢 當然是一個不同的 因為階級的另外一個意義就是 你是一個自在的階級到自為的階級 就是說你會是為你自己的階級去說話做事 和一個自在的階級就是 他根本沒有怎樣想 不過就是因為社會的狀況是這樣的時候 他不得不出來作犯 當然是兩回事 或者是沒有作犯 所以如果你說階級鬥爭來講 一定是要做一個比較深入廢製 細緻一點的社會經濟文化來分析 剛才說到就是要進行一些很細緻的分析的時候 剛才想起之前那兩集 你也說到就是 你理解每一年的七一 人數多和少其實意義不大 但反而如果你說七一作為一種 香港政治的其中一個符號的話 他背後的政治社會文化的一些情景 其實對於理解七一 甚至整個香港政治發展是更加之重要 俄國革命就是法國革命的另一個反應 其實就是一個延遲版 俄國革命就是一個比較似的革命 因為原因就是俄國本身的發展是比較慢的 其實當俄國要穿西化 比特大大去西化的時候 其實他那個心儀的目標就是法國 所以這個聖秘得寶 就是後來的年齡格勒 現在又改回到聖得寶 其實整個是抄西方的城市 而俄國的貴族和皇帝很喜歡法國的東西 他建的宮殿 以炒法國為主 當然他炒法國的時候 他就很怕被推翻 我想他們的意思就是 用泛俄羅斯的法國的方法 加東政教的教權 就是解釋他權力的來源 而這個當然 蘇聯裡面很特別的就是 就是有所謂農村有所謂村射 就是一些自治的組織 但是這些村射本身 其實講到尾 雖然間有自治的組織 其實都是那些大地主義的工具 就是不會被農民打了你 作為一個對他們有利的政治工具 你可以看到就是 俄國整個階級的制度就是 帝王、貴族、軍隊、村射 維持著農村的制度 在城市由於資本主義發展 就出現了資產階級 那麼這個資產階級 到底會不會好像 他們在法國的祖先 是會參與革命呢 這個我想今天就不要說了 但其實就是一本書一樣 就是跟法國革命差不多 當然中間就涉及到一個 大家都知道我們是托派 就涉及到一個所謂非常之重要的論斷 就是托洛茲基解釋 就是在這個落後國家發生革命 落後國家發生革命 如果它是要爭取一個 反對專制獨裁 而殺行民主制度的抗爭裡面 它的階級動力是什麽呢 那些階級會想什麽呢 做什麽呢 它會不會自欺人呢 或者欺人自欺呢 自欺人的意思是 它自己都不懂的 它以為它在做革命 其實它的革命 從它的性質上來說 一定是要實人反革命 就是要壓制工人的鬥爭 即使工人是有份和它並肩 去推翻了抵制 這個所謂不斷革命論的基礎 就是這樣 我下次就會去講 總而言之就是 如果我們當講階級鬥爭的時候 我們不去認識 第一個就是 階級鬥爭是怎麽來的 階級是怎麽來的 階級鬥爭最後一般的結果是怎樣的 第二個就是 如果我們講階級 什麽階級呢 我們支持什麽階級呢 這些階級的狀況是怎麽來的 它想什麽呢 它現在組織在哪裏 這些不談的時候 純粹講階級或者階級鬥爭 當然是不可以說錯 但是就不會很有力 當然和自客流行的所謂階級和諧 價格不入 我覺得其實在這點上是有進步 但是如果你就是 就是這樣做這麽多事情 每次都說是階級鬥爭的時候 那你就將階級鬥爭抵制了 原本現在香港的80後90後 或者其他社會抗爭 是可以採取一個挑戰 現在官商勾結的體制 他本身已經是階級 或者是階級鬥爭的一個 投射來的 但它還不是 因為怎麽解呢 很簡單 在七一的抗爭裏面 第一 我同來沒有聽過人說 是要發動高人階級去參加 以及組織一個高人階級的大軍 去繼續抗爭 或者去靜坐或者倒路 所以其實大家以為 現在我們這個水準的街頭抗爭 就是說在一個大的示威之後 不走 無論是倒路的方法 或者是在政府總部不走 就是階級鬥爭 我覺得是說不準 當然它不是說 沒有階級鬥爭的意味 其實它只不過是客觀上 用一種歪曲的方法 是投射了出來 或者這樣說 你說倒路、靜坐 只是一種表達的形式 或是一種抗爭的形式 不一定是 當然這個是 加級鬥爭的一個反應 因為要出常規 但也未必一定是 無產階級才用 其他階級都會用 不會天然這樣說 這是反映了 這個鬥爭的無產階級性 或者是一個政治的意涵 或者是一個政治的內涵 即是政治的實質 因為法西斯主義都可以倒路 都可以騷亂 即像麥索里尼這樣 當年吹了雞 即是進軍羅馬 進軍羅馬 令到全國震驚 這個國王要跟他辭職 麥索里尼當然 他早期那時候 有左傾的面貌 他是一個社會黨的黨員 後來才搞佛西斯主義 國家社會主義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 霸潮街或者街頭的抗爭 一定是左翼的政治 左翼政治很大機會會這樣 因為左翼政治 代表弱勢的社群和勞工階級 所以他很容易在憲制以外的平台做事 但不一定是這樣 所有在現在這個現行的體制裏面 是沒有辦法去做這個有效的表達 和吸入自己的群眾的時候都會用這種方法 所以其實在這裏要搞清楚兩個概念 就是我們所講左翼 究竟是指政治理念 還是抖爭工具 抖爭工具 不是一定是 不是左翼專有 即是從勤中動員 衝擊政權 不是從勤中有 你看到 納粹主義也是衝擊政權 納粹主義不是有酒吧踏政變 就是佩特拉 跟著其實他的所謂黨衛隊 全部都是跟共產黨打鬥爭 以及在衝擊那時德國的 毅馬共和國的整個政治體制 好 在這裏 其實你剛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在香港 特別是這一、兩年 開始有人提出所謂階級 我都有講 在高鐵之夜我講 其實就是他們說 這個是背代之爭 我說其實這個不是 這個是階級之爭 即是階級戰爭 階級階級 為什麼呢 那些年輕人在講的是階級的問題 但是你又不能夠到處來講 他們說的階級問題 他就已經臨力盡時地反映了 以及可以代替了本身的階級鬥爭 他是在反映這件事 但有沒有透過一個對香港整體 整個政治、社會、文化、經濟體系的理解 如果你要從事階級戰爭或階級鬥爭 這個不可免 是的 我們之前有人有看過節目 都知道其實 在這方面的論述 有沒有一個很公開 或者一個很大規模的討論 我會見到其實除了少數 這樣也不能勉強 我只是想說 凡有興趣從事階級戰爭、階級鬥爭、階級抗爭的朋友 不管他年齡也多 但其實也要破解這個課題 就是何謂階級衝突 何謂階級的動員組織 以至抗爭、鬥爭 很清楚 但我見到一個例子 也不算是極端 我不想這麼快下定論 就是他認為 譬如說年輕人上屆 他就覺得不是階級鬥爭 因為那群年輕人 不是他心目中所說的無產階級 其實雙方都在說一半 當日以為倒路的 已經是從事階級鬥爭 或者已經可以 已經本身是進行階級鬥爭的人 也是錯 他說這不是交鬥爭的人 也是錯 其實最重要的說法就是 由於過去二、三十年 香港的工人不能夠形成一個階級 即是有意識的階級 去進行對自己階級的認同 然後採取一個集體的抗爭 尤其是在政治上表現為一個 有意識的階級去進行政治抗爭 以及其他社會的領域鬥爭的結果 即是階級的意識被人麻醉了 那個組織是被人打散了 即是被集體組織了 以及認同意識都很弱 所以現在有很多人說 年輕人不是代表 他從事的不是階級鬥爭 或者不是代表階級鬥爭 如果純粹簡單地說 是不合理的 因為其實他是一個盟牙 他們討論的本題就是階級 而且他覺得要代表窮人或高人階級抗爭 這些年輕人很明顯是 開始對階級利益的認同 或者對階級鬥爭的取態 就是站在哪個階級的立場上去說 他對這個官商勾結 或者香港的腐敗政治制度的批判 就是如果他一旦立足於這樣的時候 就已經越過了以前民主運動的主流 就是民主運動的主流 只不過是怕共產黨 他沒有辦法解決 就是共產黨無論是過去 現在或將來 他都要跟香港的統治階級勾結 不過在這個港英時代 他不能這樣做 或者在港英時代 或者他們未徹底走資 或者在全球化學 拿了大量的資源的時候 他不能夠很順流地跟香港的 在香港的資源階級 或者在香港本地的資源階級 或者在香港賺食的外國的資源階級 在一個官商勾的平台上去鬥爭我們 是不是 這個就是一個關鍵 如果你不從這個角度去看 民主運動是沒有辦法找到這個動力 不知道到底 那些人為何會對民主有興趣 或者他在民主運動裡面 他會想些甚麼 他想解決些甚麼問題 如果下一次有說的就是 俄國革命裡面的階級鬥爭 互相抗爭 以至到階級鬥爭最後的結果 是社會的崩解危機 以照革命 所以我想今集節目裡面 都透過一個歷史的燭溫 由法國革命 訴到韓國革命 訴到十九世紀歐洲 一百三零年一百四百年革命運動 甚至我們透過這些革命運動的一些觀察 去看回香港的情況 無論我們會說 香港現在的政治轉變裡面 究竟有沒有一個階級戰爭 即是階級戰爭的成分 又或者我們剛剛之前都說過 究竟我用這些 我究竟是從一個第三者角度 去看這班人 這班人的參與就是一個階級戰爭 還是從一個參與者角度 參與者角度裡面 他有一種認同感 他有一種意識 他有一種醒覺 而因為他們具備了一種認同感 意識醒覺 而他們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個階級 進行一個抗爭的方面 所以我想向左望這個節目 最可愛的地方就是 譬如說一個七一的議題 可以從歷史的角度 亦可以從一些概念的角度 作為一個不同形式的分析 沒有說對和錯位 沒有一個絕對對和錯位 但起碼看完這個節目之後 大家都能夠對一些時事 或者一些重要的議題 都有一個不同角度的理解和認識 這也是這個節目 繼續生存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或者今天我們講了很多 節目時間到這裏為止 未結束之前 先多謝Bonnie 今天是一個人頂兩個角色 做這個首語 下個星期王博士 可能一個人頂兩個角色 我也要去巴黎 因為我去巴黎 就是跟著香港的所謂 露宿者去踢世界盃 如果下次王博士找不到人 他一個人頂 下次我回來再跟大家談 祝大家一路順風 再見 再見